大家好 说到读经得到永生 这里是语文闲话 我是语文 今天我们继续挪亚方舟故事的后续情节 首先还是回顾一下上一讲的主要内容 上一讲我们结合我们中国古代的经典与传说 论述了史前大洪水的真实性 还根据现代的考古发现 解析了圣经对挪亚方舟记载的可靠性 并且还讲述了圣经记载的洪水消退过程中 挪亚的表现所揭示的属灵智慧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在大洪水过后 上帝是如何与挪亚立约的 并且揭示神以彩虹为记号 小玉全人类所带给我们的属灵启示 那么在进入主题之前 还是依然要请新来的朋友 喜欢本节目的朋友们 多多点赞分享订阅本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 前面我们说到挪亚和家人们在方舟上 凭着坚定的信念与顽强的毅力 等候上帝的时间和命令 这个一等就是一年多 直到上帝发出许可 才终于走出了方舟 那么大家想想 如果你被关了一年 突然被放飞后第一件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想如果是我的话 第一是到处走走看看 有机会就改善一下伙食 先胡吃海喝一顿 反正身边这么多动物 挑些肥美的野味海鲜 先美食几顿 然后再找会风水保地 再安顿下来 开始盖豪宅 反正就我一家人 想怎么盖就怎么盖 也不用办任何手续 不用搅土地出浪金 是不是这样呢 我想这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那么大家知道挪亚出方舟后 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 他第一时间建起了一座坛 那么建坛干什么呢 向上帝献祭用心灵与诚实 感谢上帝耶和华 让自己和家人们得救 献上了洁净的牲畜和飞鸟 作为番祭给耶和华 反正有好东西让领导先吃 开个玩笑 但实际效果很明显 因为耶和华是见察人心的 于是神闻到新香之气之后 做出了重要的决定和承诺 展示了神对人类 及整个创造世界的态度的转变 我们看圣经原文记载 创世纪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 罗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拿各类洁净的牲畜 飞鸟献在坛上为番祭 耶和华闻那新香之气 就心里说 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 也不再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 地还存留的时候 假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这段经文中有四点启示需要我们领会 首先是献祭的意义 罗亚筑谈并献祭的行为 是对神恩典的回应和感恩 在旧约时代 番祭是表达敬拜感恩和谐 与顺服的重要方式 通过线上洁净的牲畜和飞鸟 后来发展到献祭也可以 罗亚表达了对神拯救他 和他家人生命的感激之情 在这里有一个犹太教的知识点 什么叫番祭 番祭是旧约时代 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一种祭司形式 当时挪亚时代是上帝亲自启示人类 怎么献祭的 那么到后来神就一次性颁布了律法 特别是在西伯来旧约圣经的立位祭中 有详细的规定 这个番祭是西伯来语原意叫升起 象征祭物随着火焰向上升起的烟云 是对上帝的奉献 番祭在旧约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不仅是表达对上帝敬拜和遵从的方式 也是求得上帝赦免和悔改的象征 番祭的特点有四点 一全然奉献 番祭是将整个牲畜 通常是无暇吃的羊牛或者鸽子献给上帝 你这个缺胳膊扫腿的什么温羊温牛或者瞎了眼睛的 这个都不行 这个不代表你这个全心全意 牲畜被完全烧毁 不留下任何部分给献祭者 这象征着献祭者全心全意的奉献给上帝 二代表牺牲番祭中所先的深处必须是毫无瑕疵的 上面我们说了 代表着献祭者对上帝的纯洁和完美的追求 同时象征献祭者愿意放弃最宝贵的东西来敬拜上帝 三赎罪和洁净 虽然番祭主要是为了表达对上帝的敬拜和顺服 但它也包含着赎罪和洁净的意义 通过番祭献祭者寻求上帝的赦免和洁净 以便在灵性上与上帝保持密切的关系 四定期和特殊场合的奉献 番祭既可以是个人志愿献上的 也可以是按照摩西律法规定的节期中的奉献 就是说逢年过节都有这个习俗 这表明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特殊节日 人们都需要不断的寻求上帝 表达对他的依赖和敬拜 那么大家就要问了 那么这种番祭古代做作还可以 现代社会可没这个条件了 特别是什么无瑕吃的祭物到哪里去找 连空气水质都已经被污染了 哪里有无瑕吃之物呢 对你想到的上帝早就了到了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 就是为了已经污染的人世间 献上一次永远的番祭 因为只有耶稣是代表了毫无瑕疵的牺牲 才能成就新约时代的番祭 为所有人的罪赎了架 基督信仰认为耶稣是无瑕疵的羔羊 他的死和复活 为信徒带来了与上帝和好的可能 因此在新约的背景下 基督徒就不再需要用动物来献番祭了 而是将自己的生命作为活祭献给上帝 这体现了在每个基督徒的日常行为 敬拜和服侍中 不是要你用生命去烧给上帝 而是你的日常行为 敬拜 做礼拜 服侍 读经 在这种行动中来体现我们献祭的象征意义 所以记录挪亚节后重生的第一次番祭 这也预表了基督教新约中 耶稣基督作为最终的番祭 为全人类的罪赎罪的象征意义 这段经文的第二个启示是耶和华的应许 作为耶和华对挪亚所献番祭的回应 是一个人类世界重要的转折点 神承诺不再因人的恶念而咒诅地 也不再灭绝活物 这表明神愿意给予人类 以及整个世界新的开始和希望 这个应许反映了神因公义而无法与罪恶并存 从而用大洪水毁灭恶的旧世界 又应对自己所创造的人类与世界的爱和怜悯 愿意与人类建立和解和持久关系的意愿 第三自然界的恒常性 神的承诺中还包含了对自然界秩序的保证 地牌存留的时候 假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 这表示了尽管人类可能会犯罪 但神保证了自然界的稳定和恒常性 保障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这个承诺是对人类的安慰和保障 也是对神创造能力的一种肯定 我们现在对一些自然现象已经麻木了 已经意识不到 人最基础的生存条件都是神 或者说是自然所赐予的 都是免费的 诸如空气水昼夜等等 其实这些所谓免费的东西才是我们人类最宝贵的财富 一旦失去人类世界将不复存在 就如同这个刘慈欣的小说 三体里的三体人一样要哀哭怯辞了 因此这段经文的第四个启示 就是对人类责任的启示 尽管神做出了不再咒诅地的承诺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肆无忌惮地行事 从挪亚的榜样中 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对神的圣服和感恩的重要性 同时也提示了人类应当承担的责任 包括保护和爱护神所创造的世界 下面我们逐句来看看神是怎么与挪亚立约的 创世纪九章一到七节 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们 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变满了地 上帝命令挪亚和他的子孙要生养众多 在地上昌盛繁茂 这与创世纪出章中对亚当与夏娃的命令相呼应 这显示了上帝希望人类繁衍生息充满地面的初衷 并且在洪水过后重生了这一点 接下来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 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 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 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 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 如同菜书一样 那么这几句启示我们人类生活 经过洪水的刑罚 有了新的变化 人的瘦数虽然减少了 本来还可以活几百岁 现在正常健康的寿命 最多一百二十岁 我们上一集说了 那么人与动物间的和谐关系 也进一步遭到了破坏 动物除了被驯服于人类 还对人类存着惊恐惧怕 那么本来神造人石创世纪一章二十九节说 看我将遍地上一切皆种之的菜蔬 和一切树上所结有何的果子 全赐给你们当食物 这说明本来人是素食的 就是吃蔬菜果子之类的 那么洪水过后就成了肉食者 我的理解这并不是神的本意 而是人因犯罪引入死亡概念后所起的变化 神只是因怜悯而许可 对人来说满足了口腹之欲 却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处 即便是其他的宗教如佛教 到如今仍有主张素食者便源自于此 下面 唯独肉带着血 那就是他的生命 上帝允许人类吃动物作为食物 但禁止吃带有生命血液的肉 这个规定不仅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 也为后来摩西律法中关于洁净和不洁食物的规定 奠定了基础 因此即便现代基督教各个流派中 虽然对饮食的规定各不相同 但不吃带血的肉却是普遍性的规定 再看下一句 留你们血害你们命的 无论是兽还是人 我必讨他的罪 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 凡留人血的 他的血也必被人所留 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 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 这个血里有生命 生命是在血中 留人之血就是伤害人的性命 神是人的生命创造者 因为人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 是神委派的全地的管理者 我们之前说了是CEO 地球项目的CEO 凡伤害人命的 神必讨他的罪 神要每一个人为自己所行的负责 神造自己的形象造人 并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 人都具有始至与禽兽不同的特质 例如道德 理性 创造力 自尊等等 神要我们尊重所有人类生命中神的形象 所以杀人就是杀有神形象的人 人没有权力毁灭神的创造物 就像我们前面解析该隐的时候 神所规定的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 是一样的道理 审判的终极权威系来自上帝而非人类 接下来看最后 上帝也应许了挪亚 也就是给地球上所有的活物一个记号 创世纪九章八到十七节 神小玉挪亚和他的儿子们说 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 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 就是飞鸟深处走兽 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 我与你们立约 凡有血肉的 不再被洪水灭绝 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 神说 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 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 我把洪放在云彩中 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 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 必有洪陷在云彩中 我便纪念我与你们 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 水就不再泛滥 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 同必现在云彩中 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类有血肉的活物 所立的永约 神对挪亚说 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的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 好圣经就读到这里 这一段经文描述了上帝与挪亚及其后代 以及地上所有生物之间立约的情况 记住这是从方舟出来的动物 或者说是活物 启示录说要毁灭这个罪恶的世界 但是从方舟里出来的人就不受这个毁灭 那么怎么进入方舟呢 我们后面再讲 其中引入了彩虹作为这一永恒约定的记号 这个约定首先展示了上帝对自己创造的世界 持续不变的怜悯和关怀 即使人类屡次犯罪 上帝仍旧选择与人类建立约定 承诺永不再以洪水灭绝所有生命 这强调了上帝的信实和慈爱 无论人类如何失败 上帝都不放弃 与人恢复和维持关系的承诺 而且这约定不仅涵盖了人类 还包括了所有生物和整个地球 表明上帝对整个创造世界的关爱和承诺 这个层面的关系揭示了人类 不仅是上帝爱的对象 同时也承担着照顾和保护地球的责任 并且因为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 任何人都无法否定造物主的存在 正如圣保罗在新约罗马书中所说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然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教人无可推诿 另外彩虹作为上帝与人类 以及地上所有生物立约的记号 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 那么从基督信仰的主题视角看 这一约定也可以被视为对新约中更完美约定的预表 正如彩虹预示着对世界的物理拯救 耶稣基督的牺牲和复活 则预示着对人类属灵生命的永恒拯救 这表明了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 都指向了最终的救赎计划 这段经文中的约定和彩虹的记号 给予所有信徒一个对未来的盼望 及上帝有控制一切的能力 并且他的应许是可靠的 这种盼望鼓励我们信徒 即使在面对生命中的风暴和挑战时 也要保持信心和坚持 综上所述 这一段经文不仅记载了上帝与挪亚之间的历史性约定 也为后来的信徒提供了关于上帝属性 人类责任和对未来盼望的深刻属灵启示 好下一讲我们将看到被圣经称为完全人的挪亚 他也有肉体上的软弱 并回答我在挪亚故事中第一讲中提出的问题 当我们面临神的终极审判时 现代方舟已经预备好了吗 是什么样的人能进入方舟呢 进方舟的条件又是什么呢 下一讲我们将揭晓答案 请喜欢的朋友们点赞分享订阅本频道 谢谢大家的观赏 请不吝点赞订阅本频道